嘉义县东石乡一年多来出现了一只猕猴出没在当地 而这几天被民众捕捉到了 它抱着一只小狗四处乱晃 甚至还爬上了大树 当地民众拍照po网 说小狗已经被猕猴抱了至少一个礼拜了 实在很担心小狗的安危 很多网友看了都认为 猕猴很有可能是把小狗当成自己的孩子 根本是台版的狗狗猩猩大冒险 而县府家畜所说呢 会尽快讨论出方法 把小狗救出来 一只猕猴若无其事坐在树上 仔细看那怀里抱着一只黑色小狗 猕猴似乎母爱大喷发 把小狗当成自己的小孩 已经至少一个礼拜 这期间猕猴带着小狗啪啪噪 还拦吊吊亲自喂食 猕猴抱狗不常见 民众发文说这只猴 不知道从哪抱来一只小狗好几天 相亲看得很紧张 担心小狗安危 希望大家想想办法 许多网友看了笑回 是不是自己的小孩不见 把狗狗当成自己的小孩 根本就是台版的狗狗猩猩大冒险 这只猕猴出没在嘉义县东石乡 至少一年左右 当地民众多少都有见过 最近他常在下午出现在东石大桥堤防附近 当起保姆照顾小狗 他之前有听说这边有猴子吗 有啊 县府家处所说 会尽快讨论出救狗方法 毕竟衍生猴猩具有危险性 当地人不敢冒险 只盼小狗最后能够被安全救出 记者蔡琼吴嘉义报道